3月的娱乐圈热闹极了 各大品牌活动 剧组发布会 开机仪式争相来袭 冲刺季度末的最后一波KPI 看了许多流量小花 小生的状态后 不得不感叹一句 如今的那鱼 还是85花的天下的统治区 流失失禁组 掌心 路透中的状态相当好 让人更加期待她在新剧中的表现 另一边 杨幂和赵丽颖同天露面 杨幂作为 《功夫熊猫寺》中的 小狐狸阿珍的配音演员 出席电影发布会 赵丽颖也带着星座与凤行 亮相剧方发布会 这两位不管走到哪 都能掀起一阵讨论 看完两人各自的状态 自然少不了一番比较 杨幂每次出现 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发布会现场 她扎着单边麻花便 身穿白色鞋尖礼裙 造型简约大方 颇具古风味道 裙子上蓝色亮片的点缀 增加了整体的层次感 修身的版型勾勒出完美的身材 裙子摆动时有种侠女的气概 与电影主题很适配 而且杨幂这一身 可是品牌高定的全球首穿 看似低调 却大有来头 杨幂的时尚资源 她太顶了 不过 杨幂的状态 却大不如前 脸上妆感很重 大面积高光 打造出面部胶原感满满的状态 但法令纹和面中下垂的痕迹 清晰可见 深色眼影铺满眼皮和下质 又长又密的 假睫毛盖住半个眼皮 视觉上隐藏眼窝处的凹陷 杨幂的妆容 很好地避开了面部存在的缺点 但也难掩皮态 她的一双狐狸眼枣就没了当年的灵气 别嘴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随着面部胶原蛋白的流失 皮肤松弛 杨幂面部肌肉线条是往下走的 果然 皮相再好没有骨相地支撑 上了年纪后 颜值也会下滑 好在这次的妆容比较适合杨幂 整体看上去状态还不错 一旦妆容不合适的话 缺点会更加明显 比如前阵子的巴黎石妆周 杨幂不仅造型拉胯 妆也没画好 颜值断崖是下跌 不仅如此 杨幂对仪态也没那么重视了 走路时往前伸着脖子 上身前倾 步伐也有些滑稽 像是在原地登山 站在原地时 含胸驼背 脖子前倾的越发明显 看上去缩头缩脑的 没有一点顶流的气场 尤其与蒋星同框石 即使蒋星的身材不如杨幂 但她眉眼大气 五官精致 站在那气场很强大 有种女老板给旗下一人震场子的既视感 看合照 蒋星的颜值 状态要比杨幂好得多 杨幂这回可露怯了 记得赵丽颖刚出道时 可是顶着小杨幂的旗号 如今的咖位已经和杨幂平起平坐了 近几年来有效播剧不少 还凭风吹半下 获得白玉兰提名 与张艺谋合作的第二十条票房大卖 演技备受认可 在新剧《雨凤行》中 不仅担任女主一角 还首次尝试了监制的职位 不久前还出席了亚洲电影大奖 影视两手抓 赵丽颖已经完成了 从流量演员到实力演员的转型 不过 赵丽颖在亚洲电影大奖的红毯造型 没少被吐槽 吊带金色裙子和半扎公主头不是很搭 而且妆容很显老 看上去脏脏的 在接受采访时 赵丽颖也显得有些紧张 不停晃动身体 但赵丽颖的面部状态还是很在线的 没什么瑕疵 只是被装造拖垮了颜值 而在《雨凤行》的发布会现场 赵丽颖装造水平到位 整个人都美出了新高度 她身穿白色抹胸礼服 露出完美的肩颈线条 修身版型包裹住凹凸有质的身材 整体看仙气飘飘 仔细看 赵丽颖的礼服非常有心机 腰线上移 视觉上调整身材比例 衣服上的凤凰羽毛和闪片设计 颇具巧思 不仅增加了裙子的层次感 又与赵丽颖在新剧中的人物贴合 在衣服是重点的前提下 赵丽颖在其他部分做剪法 梳着低马尾 竟显优雅端庄 更重要的是 赵丽颖这次的妆容也很适合她 只涂了些眼影让眼睛更加有神 粉底 修容等步骤匆匆带过 重点在放大原本五官的特点 就连与大清衣层离同框 赵丽颖都没有输 其实 赵丽颖的长相在娱乐圈中不算突出 但为何总能给人惊艳的感觉 这是因为赵丽颖具有骨相美人的特点 赵丽颖张着一张小圆脸 但鼻肌底饱满 眉弓也很立体 面部线条也很流畅 这种骨相本身比较抗老 之前的赵丽颖面部软组织很多 一些角度会显得有些吐气 而随着的年纪增长 软组织退去以后 脸上没肉了 自然而然就变小了 骨相的优势也更加凸显出来 整张脸比以前更加立体的同时 还能挂住下垂的皮肤 脸轻易不会垮 比起之前洋溢着的少女感 现在的赵丽颖更有 清熟玉姐的风范 越老越美丽 37岁杨幂 对比36岁赵丽颖 骨相老去和皮相老去的差距 一目了然 其实放在同名的普通人中 两个人的状态都相当不错 毕竟30多岁的年纪长些皱纹 有衰老的痕迹 再正常不过 但看完两人的状态后 我才真正理解了那句美人在鼓不在皮 杨幂的状态明显不及巅峰时期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更加明显 赵丽颖刚出道时 虽然颜值不特别出众 但年龄增长后反而愈发美丽 即使眼角有些皱纹 但并不会影响她的颜值 看起来非常自然 三月中旬 电影市场迎来了一个小高峰 其中票房竞争的主力军 还是两部国外影片 其一是科幻动作电影《沙丘2》 原著打下了扎实的热度基础 第一部在内地的成绩也有目共睹 以至于该片上映9天 累计票房突破2亿 数据相当可观 但主演们在韩国卖力宣传 却迟迟不来中国 诚意太差 想必也很难得到观众认可 票房长势后劲不足啊 其二则是热门IP动漫影片 功夫熊猫4 神龙大侠在遇难题 熟悉的反派人物接连登场 第四部在制作和剧情方面 都满足了观众的期待 而国语版配音阵容 也成为一大亮点 比如影帝黄博强势加盟 配音熊猫阿宝 就给观众带来了全新体验 而第二次为电影配音的杨幂 身份从熊猫美美 变成了小狐狸阿珍 还有最大反派BOSS魅影妖后 则是交给了事后奖心 眼下三人也一同亮相了手印里 黄博不用多说 依旧是老样子 真正吸引大家目光的 还是两位女演员 同台比美 究竟谁更惊艳 85花杨幂 走到哪里 都要掀起一阵讨论热潮 这一次在手印里上 她的造型也备受瞩目 毕竟这一身 可是品牌星际高定的全球手穿 足以看出杨幂在时尚界的影响力 这套白色鞋间的礼服长裙 款式简约大方 也不会过于隆重 一出场便引起注意 而且深蓝色亮片的点缀位整体造型增加了一些层次感和设计感 修身的款式也能凸显出杨幂娅娇好的身材 前凸后翘 风鱼却不臃肿 配合这次的低马尾造型 让她看起来温柔如水 与前段时间的巴黎时装周造型完全是两种风格 极具反差 不过 杨幂这张脸垮得有点夸张了 37岁的她 颜值状态大不如从前 哪怕是画着浓艳的妆容 还是难以遮挡脸上的皮态 法令纹又深又重 仿佛可以夹死路过的苍蝇 皮肤线条也是往下走的 明显没有以前那么紧致自然了 其实在巴黎的时候 杨幂就因为眼窝凹陷被质疑状态不佳 但没想到 这次比在巴黎的状态还要差 生徒已经充满了年龄感 这一双狐狸眼也早就没有了当年的灵气 而且杨幂这个别嘴的问题 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明显了 难道是科技很活用的太多 终究有被反噬的一天 看来不服老还真是不行 不仅如此 当看到杨幂走路的体态时 任何氛围感都被冲淡了 明明身材这么好 走起路来却伸长脖子 撅着大钉 身体前倾 脉步的动作也是相当滑稽 一副后边有狼在追她的样子 侧身镜头中 杨幂这个体态也是一言难尽 含胸驼背 气质大打折扣 也难怪被蒋星咽压了 在观众印象中 蒋星一直都不是轻瘦的身材 甚至有时候胖大劲了 还会给人一种绑大腰圆 飙肥体壮的既视感 但这一次的手印里 蒋星的身材弹不上瘦 也不至于胖得走样 当她出场时 才明白什么叫做气场二字 一身墨色绸缎套装 袖口与薄领处的翠绿色 让造型的中国风韵味更足了 整体造型看起来干练 霸气 端庄 有些人只要站在台上 大清衣的风范 就令人无法忽视 上台前还有一个小插曲 杨幂装出千让前辈的模样 低头为蒋星让出C位 但什么时候轮到杨幂去让了 这个手印里的C位明摆着 就是为主人公阿宝配音的黄渤呀 她与蒋星才是衬托红花的绿叶 看得出来 蒋星就清醒多了 指引杨幂走到黄渤的另一边 仿佛在说 快别在这演戏了 分不清大小王了 不过 后面蒋星与杨幂也有同框的机会 尽管前者看着腰线都没有了 比杨幂的小腰粗了一大圈 但蒋星骨架大 脸型小 而且 她的长相属于典型的中式美人 眉眼舒展大气 五官立体精致 更重要的是 蒋星的脸上没有科技很活的痕迹 40岁的她 皮肤难免有皱纹 但颜值状态有目共睹 气质也在线 笑起来有一种国泰民安的美感 但我想她的底气源自于自己的实力与作品 蒋星作为实力派女演员 为观众贡献了太多经典国剧 甄嬛传 欢乐颂 小舍得 各种题材的作品 各式各样的角色 对她来说都不在话下 当一个演员拥有了观众的认可 她自然会呈现出游刃有余的松弛感 站在任何场合中都可以充满自信 而且她本人也没有什么年龄焦虑 蒋星也就比杨幂大三岁而已 但前者已经多次挑战母亲的角色了 而杨幂却还执着于古偶女主角的位置 好不容易攀上了大导演的电影《降原弄》 又跟赵丽颖一方斯翻斯的人尽皆知 有着功夫还不如提升提升自己的演技呢 所以当这些空有流量 没有演技的八十五花们 与大清衣同台的时候 哪怕穿得在奢华 还是难免露怯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蒋星绑大腰粗 到底算不算大美女 看看她和杨幂的合照就有答案 有些人的美 美在了皮囊 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终于一天会衰老变样 然后发现自己除了这张脸皮 什么也没有 而有些人的美 美在了内里 只要拥有能力 站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 都说八十五花们互相竞争 却没有谁能够真正脱颖而出 归根结底 就是少了真正的成绩 再厉害的代言都比不过一个好角色 更得观众的青睐 八十五花想要获得认可 别想着科技变美了 还是想想如何用演技征服观众吧 当他们也可以跟大青衣们一样 手握多部演技大奖 好作品不断 还能经常跳出舒适圈的时候 那么八十五花的局面 就可以进行一次大洗牌了 頂多部演技大奖